新封楼 新封楼是1790年,中朝14年,华城横宫的正门,这就是所谓的Ginnam Lu。 然而,1795年,中王命令赵润亨将一块牌匾重新命名为新封楼。 新胖这个名字源自一个古老的短语封地是中国汉代古祖的另一个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源华城似乎是第二故乡制郑祖。 因为郑祖将华城城市为自己的新故乡,他以这个例子命名了华城行宫的正门。 于是,郑祖下令官员悬挂一块含有新封含义的牌匾。 1795年,郑祖访问华城行宫时,在这个门庭前举办了一场慈善活动,向当地居民分发大米并为穷人提供粥。 新封楼是华城行宫的正门。 新封楼是一座两层楼格式结构,下层用作入口门。 楼上放置了一个大鼓被士兵用来监视周围并发送信号。 新封楼左右两侧各有停台楼格,两端都设有军营以提供安全系统。 朝鲜朝孙王朝政组设计并建造华城行宫在水源市进行改革政治。 位于华城行宫建造了许多建筑物为准备正组的安全临时住所并有效管理新建的水源华城。 卢新封是一扇代表图像的入口门华城横宫将带来新的丰富。 为确保正组出访活动顺利进行,管理水源华城平时正组不来访的时候,需要许多政府官员。 通过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建造许多建筑物,他完成了华城行宫。 正组计划为政府官员建造许多建筑物。 估计水源华城是为了繁荣而计划的,与当时的首都开金一样多。 与朝鲜朝顺王朝的都城凯庆相比,当时水源市各项指标仅占7%。 在水源市,正组每年应该停留10天他肯定感到非常不舒服。 正组大王每年应该停留10天为了去我父亲撒渡王储的坟墓。 为了正组的安全和舒适,制定了新的城市规划或使其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 正组需要许多政府官员执行这些计划并命令他们工作水源华城内的许多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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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